《星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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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豆宜君 是一名90后的星空摄影师 我从事星空摄影 有八年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开车 前往我们的 海区峰顶 我这八年的时间 基本把咱们 主国的大好河山 能见星星的一个 优劣的地方都去过了 其中有雪山 草原 森林 湖泊 山地 冰川 等等一系列 这样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地方 当时也是因为 毕业之后 参加了一个项目组 叫《星球的脊梁》 在拍摄这样的一个 星空题材的 这样的一个 岩石纪录片当中 然后我们基本把 西藏一些地区都去了 段段续续待了三年 然后在拍摄西藏 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 就是高反 然后其他的一些困难 就是冷 我基本穿了五六件衣服 就是泳服 抓人裤 秋衣秋裤 背鞋等等 一系列能穿的都穿上了 背的设备 然后去拍摄 同事看到我嘴都发紫了 我说你别笑 你也嘴发紫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两三点才到了这样的一个 无人区的一个边防站 然后在那里住了一晚 然后第二天才晃过来 还有一次经历啊 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我们在晚上拍雪山的时候 有个同事回头一看 就说前面有两个绿眼睛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有点怕了 因为我们推测可能是 要么就是熊 要么就是狼 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 其实腿是有点抖的 然后等我们上了车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像去草原拍 今年就特别明显 水草特别好的 蚊子特别多 就基本就是我们只要下车五分钟 就是我们穿的这种长袖衣服 捂住手 然后也会被钉 至少二三十个大包子这样的一步 那会最严重就是我脑门 整个都被钉的 就是起包了那种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在2020年的时候 然后那一年 正好天文界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大日子 就是有一颗会心 两千年一遇 前前后后去拍了三次 前两次也是因为位置有偏差 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也是通过小伙伴的助攻 以及大家一块探索 然后我记得挺深刻就是日出的时候 基本是四五点 天已经快亮了 然后就拍摄了比较满意的一张 就是往石头为前景 然后远处是一个会心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第一次见到这种会心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动漫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真的是比较震撼 另外一张照片是在西林郭勒蒙的 乌拉盖草原上拍摄到的 乌拉盖草原上能拍摄到 九曲弯草原星空这一系列 所有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照片 我感觉有我热爱的地方 有我热爱的一个星空的内容 比如说能把这样的一些画面都结合在一起 更能体现在我在家乡也能拍摄到很好的照片 在我小时候我是在四回院长大的 然后在奶奶家深夜里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还是看到繁星点点 但是现在呢住在楼房里面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 观星和星星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当我第一次在拍摄星空的时候 发现哇真的不一样 当用相机记录这一刻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草原上的星星 以及观星条件很好的一些地方 拍摄看到星星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觉很宁静 我还是觉得拍星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慢慢的就是说还是有影嘛 在连续八年拍摄星空的题材下 我也同时在一个地方拍摄了好多次 近两年再去看的时候 那个观星条件和拍星星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这个严重的主要是人为导致在城市的光污染 或者说光辐色这样的一些情况下 我们在草原上看星星 能看到的星星星空的位置也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 这就是应该要考虑或者学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更加希望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也更加希望能让现在00后10后的孩子们 或者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好的星星的情况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